各位鼎子姐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的釋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四年充滿,而是講到 如何心靈被醫治 就是我們怎樣 我們就是 如何自己得到心靈醫治 和帶來給人心靈醫治,怎樣可以幫助人 我們就 有一個講出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得到心靈醫治 我們之前有講過,第一就是深信神很愛自己和很想祝福自己 第二就是講到深信神是體重我們愛我們的 將我們變為寶貴 第三點就是今天所講的,就是深信神會賜恩給愛祂的人 那這個和心靈醫治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有很多人他就覺得 他就 就是被人傷害的時候 人就會拿走他的東西 就是他會失去很多東西 那他就覺得很不開心 譬如說有人罵他,傷害他 或者甚至有時候 拿走他一些他本來有的東西 譬如破壞他的婚姻 他各方面的東西,他失去了 他就覺得那個人搶走了 所以他就已經失去了一些好的東西 是拿不回來的 當他這樣相信的時候 那他就會覺得很大損失 所以他會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因為呢 人家令到他有損失 但是當我們深信神會給我們 我們愛神神會給我們 我們就說不要緊 之前有損失過 不要緊的 神會給我 只要我愛神 聽神話 神就會祝福我的 這樣呢 他就算損失了 他不會覺得一回事 那這個就是 我們不會介意別人 對我們做的不好的事情 傷害 那譬如一個例子就是聖經的藥室 他被他的哥哥出賣 那應該就是很大損失的 因為呢 他爸爸很疼他的 他在家裡是很受寵的 那現在忽然間要做奴隸 那就是真的很大損失 作為人體上來就很大損失 但是神會給回了愛他的人 神在創世記有講到 因為耶穌說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就是他就每一樣東西都順利 因為呢 神與他同在 就是說有神同在 有神的祝福 我們愛神 親近神的時候呢 就別人拿不走我們的福氣 所以我們不需要介意別人拿走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這一點了 就是說呢 神會給回我們 那聖經的應許 我們之前都有講過的 那有些經文我現在呢 就這麼簡單的講 就是說譬如 哥倫多前書二章九節 神是愛他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到的東西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給回我們 而且是給的 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比之前更好的 比如在藥室來說 真是比之前更加好的 因為他之前都不是有這麼高的位份 可以這麼大影響 埃及人 和以色列人 這麼大的祝福呢 就是因為他走在神的路 雖然他被他的歌出賣 但結果呢 他是帶來更大的祝福 他本人也都經歷很大的祝福的 所以我們就深信我們愛神 神就會給我們 另外呢就是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和和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當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義的時候 這些一切的東西都會加給我們 我們就會無福 凡事無福 神會凡事祝福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深信神會給他所有愛他的人 愛他的人呢 必定無福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介意的 有時候有些人對我們做的事呢 我們不需要介意的 就求主幫我們放手 對於周圍的人呢 對我們的傷害 嗯 那聖經是有這樣說 但是很多人呢 在實際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 主要講到應用那方面了 很多人呢 在當受了傷害的時候呢 他不會這樣去 首先想到 神給回我們的 他會想到呢 就是呢 現在我被人傷害 我現在呢 很大的損失 我現在很不開心 當我們注目在這個 受傷害呢 就會 就會心裡面呢 是 長久受影響 持續受影響 但是當我們相信 人拿不走這些東西的 因為神會給我 更好的東西的 那麼呢 他的心就會 平安興省了 那麼 有些什麼難阻人去 相信神會給回我們呢 難阻呢 就是因為呢 很多人呢 他是 就是不是這麼信 第一 有些基督徒 不是真的這麼信 神是完全掌權的 甚至呢 就是不肯定 神是不是真的 甚至有些是會這樣的 那麼 我們第一點就是 要肯定 知道神是真的 還有神會照著他的應許行事 我們之前有一次 我們都講到 關於神的證據 在網上 你找證明神 而牧師 也都會找到我 解釋 由各方面去證明神的真實性 那麼 但是 神應許 是不是一定會做呢 這一點呢 我們是 有什麼去支持呢 那麼 我們支持呢 就是看到聖經的預言 神一定會成就 神說了的東西 他一定會成就 是 預言到耶穌來 預言到耶穌來之後 有什麼發生呢 耶路撒冷會被毀滅 然後呢 以色列人被趕散 然後也都在末後的日子呢 是會被聚集的 耶穌是會被釘十字架的 聖經講的預言都一應驗 並且很多基督徒 都經歷到神很真實的祝福 當祂聽話的時候 當祂親近神 愛神的時候呢 神真是為祂預備很奇妙的恩典 很奇妙的各方面的祝福 醫治啊 心靈醫治啊 心靈釋放啊 整個生命的提升啊 都是很多基督徒經歷過的事情來的 那這些都是給我們一些 確據的 一方面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神的預言是應驗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在人的生命中 當祂聽神話的時候 也都整個生命得到祝福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聽祂的話 也都會得到祝福的 而另一方面呢 對比之下 我們發現都有 很多人呢 是有心靈的憂傷痛苦 他們很不開心 他們整個生命被拆毀 而很多時候呢 都是這些人呢 是不太相信神的大恩 有些呢 就簡直是小祈禱 或者不懂得感恩 就是覺得 我都這麼慘 我怎麼感恩呢 我很多不好的東西 因為他看他不好的東西 他沒有看到神祝福他的地方 他沒有看到神的祝福 他只是看到他自己不好的東西 那他就埋怨了 那這個也是很多人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覺得 如果神愛我 就應該我沒有問題的 沒有困難的 但這個是一個 不是真實的東西 因為聖經是說了 在菲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那裡講到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那意思呢 就是我們蒙恩呢 第一就是能夠信耶穌 第二就是為他受苦 即基督徒生命中 是一定有為主受苦的 是一定有困難的 但是呢 有些困難是不會拿走神的祝福 因為神會幫助我們的 神會祝福我們的 神會加力給我們的 所以呢 那些困難是 反而令我們更加抓住神 抓住神呢 神掌管一切 神掌管一切 我們就可以整個生命蒙福 有很多基督徒是不相信 神掌管一切 就是他覺得 哇 那些人拿走我的東西 我很慘很慘 那他就不覺得 他的生命是可以蒙福的 但是其實真是 聖經所應許 真是應驗 還有聽他說的人真是得福 而不聽他說的人呢 真的很多方面都有問題的 那或者先講到就是說 他們有時候很容易 憂鬱啊 看著他的問題啊 他也都人際關係不好啊 他呢就 受了傷害就很難得釋放 他每次都留在那個狀況啊 停留在那個狀況啊 停留在那個狀況 經常都是想著那些困難 想著別人對我不好 不公平啊 心裡面充滿憤怒 那樣的時候呢 他就永遠都在一個 受傷的狀況啊 不能夠重生得利 那所以 想得醫治呢 很重要是 深信 神會祝福 凡是愛他的人 凡是親近他 遵從他的人呢 神一定祝福的 那 所以我們就算有困難 都堅定相信 在困難的當中 神會加力給我們 在困難之後 神會為我們開牢 或者有時候在困難中 神會為我們開牢 有時候困難呢 是叫我們更加成長的啊 譬如我自己呢 曾經有 在經歷聖靈之後呢 1998年呢 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我是很貼力去保持啦 並且那時候我就開始 帶聚會 即是稍為後期的 那時候我因為在 有一次有人叫我去宣教 那我去宣教的時候呢 我就嘗試 好像我見到有些人 帶領聖靈充會 那樣帶領那些人去感激神 我自己就加上的很多就是愛神 我很強調愛神 那我見到那些帶領充會 它多數是講渴慕的 我就強調愛神 因為聖經是吩咐我們最重要的 最大的介命就是愛神 那我就叫那些人去愛神 去投入去相信神的恩典 那當我這樣帶領的時候呢 我就發覺那些人經歷聖靈很強啊 那我是很感激神 原來神呢 是將這些恩賜賜給我們的 我們聽神話 在神裡面有信心 神就會大大的祝福 所以那時候呢 就是我在聖靈的運作之中呢 已經是 都頗為流暢的 那但是呢 因為當時因為我 已經釋怒歸主的第一個太太 她是適應不到香港的 結果我要回到外國的 一段時間 那在人看上來好像 反對真的很多困難 是 和在香港的時候完全不同的 在香港的時候呢 我真的去 帶領聚會啊 很多人會經歷聖靈啊 很快去更新人的生命啊 但是 反對的時候 什麼都要從頭開始 和發覺 不是那麼容易 找到一個教會 是可以 接受我 可以在那裡侍奉 所以是要自己新開始的 在這個過程之中 是很困難 和呢 有不同 人的負面說話 甚至有人會跟我說 他説 如果你不是來回香港啊 你今天你已經 你的教會已經很大 你就已經可以買屋了 就是有些人 就是 就是 真是 非常之熟悉啊 就是用買屋 這件事跟我說 那 在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 這些世上的事 是不重要的 那但是 當時來說 我真的需要處理 我的內心 因為那些人呢 他説這些說話的時候呢 我是 需要處理 還有呢 都是有頗多的 負面的說話 那但是呢 我就一直處理處理 這個反而成為我 我最後的祝福 怎麼成為我最後的祝福呢 就是我呢 當我這樣去深信神的恩典的時候呢 我就 學到輕鬆得勝了 學到不給人影響 學到從神得力 不介意任何人所做的事 又深信神會做功 而在那段時間 神都是有路做功的 那但是一個是一個長的過程 那我覺得呢 這個是真是神預備我的 雖然是一個困難 但是呢 神預備我 結果呢 是祝福讓我呢 以後的教導提升是很多很多 我以前沒有現在這麼多的教導的 有很多教導呢 在那段時間 一邊神一邊提升我 那這個我是感謝神 就是說透過困難呢 神一樣可以祝福 只要我真信祂 依靠祂 聽祂的話呢 神是會全面性祝福我們的 那於是呢 我們就學習放手了 那有些人 就是說哎呀 好難搞啊 真的 那些人傷害 甚至有些說離婚 就是 譬如說 配偶離婚 哇 好大的傷害 好大的損失 以前有家庭現在沒有了 現在很多困難啊 那 就是如果一個人看著那個困難呢 她是可以 覺得是真的 她的配偶搶走了她很多福氣 那但是如果用一個 屬神的角度 其實寶羅有說過這句話的 如果婚姻裡面 如果你的丈夫 她不信的丈夫呢 要離開你 那寶羅就沒有說到 信的丈夫要離開你 她是一個不信的丈夫 離開你呢 你就由得她 那這件事真的很特別啊 就是 意思就是說 她是不信的 她不想跟你一起 你由得她 那 另外聖經也有說到 就是除了犯姦淫之外 就不可以離婚了 那就是說犯姦淫的時候 是可以離婚 那有些人就覺得 哇 但是這樣就是自己很大的損失了 用人的角度是可以是的 就是因為呢 就有很多傷害啊 憂傷啊 很多失落啊 或者是損失了以前的經濟的穩定啊 就是這些都可以是一個影響來的 那首先我也會這樣說的 如果可行 盡力去保持回婚姻 如果可行的話 那但是如果真的不可行的時候 那個人離開 是不是代表我們一定損失呢 有很多人就覺得是損失 因為 他們看眼前 他不是用神的角度去看啊 如果我們用神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 雖然我有損失 但是呢 這個人 對方 他會這樣傷害我 其實跟他一起 是不是代表我以後的婚姻 是會更加好呢 因為我是 其實 一起 雖然在外面是好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困難 如果他真的不是愛我的 他會有婚愛情的 他會傷害我的 其實我放手 還有呢 重拾回我的生命 再一次有回平安喜樂 有力量 去也都有自由去侍奉神 去做我可以神 吩咐我做的事 我的生命可以更加提升啊 我生命更加可以發揮 可以做神想我做的事 那 這個是用另一個角度 就是不計較我損失了的事 不計較我損失的方便 金錢 或者以前有的穩定生活 但是呢 我現在呢 是可以 在神裡面 重新有喜樂平安 可以得醫治 得安慰 可以有新的生命 可以給神去大大的使用 如果他用這個角度去看 他就說 他就每天去告訴自己 這個需要醫治 以往我是真的受傷害 神是陪我的 我每次祈禱都有平安興省 神是在幫我的 我又可以放手 他的傷害 不會一直繼續影響我的 我是有神愛我的 神會給我的 我聽說 神會祝福我生命 我以後蒙福更大的 那天天去告訴自己 不要緊的 我不用抓緊這些 譬如可以告訴自己 我今天感謝神 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不是一定要有結婚才開心 不是一定要有配偶才開心 我現在呢 我能夠親近神 有平安喜樂 我的 有的一切 譬如這樣 丈夫走了 還有子女一起 我有子女一起 我們都一起可以放下那些怨恨 神又將平安喜樂 給我們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有的今天的經歷 今天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而感謝神 但有很多人就不是這樣想的 今天 其實很多痛苦的人 他今天是沒有痛苦的 就是今天是沒有什麼痛苦的 是他想回以前的痛苦 是他想回以前的傷害痛苦 他今天呢 你問他今天 你有沒有人被人傷害呢 今天沒有啊 那你今天親近神有沒有力量 有 有喜樂平安 那你就是你又不是有什麼痛苦 也沒有人傷害你 不過他覺得不值 以前這樣失去了這些東西 很不值 因為以前有的嘛 那現在又要做工做多些 有的呢 經濟上又沒有那麼好 覺得不值 但有時候就算在貧窮之中 那知足啊 就是能夠時事又起落了 那所以就說 不要緊要啦 我失去了就失去了 我現在再一次重建我的生命 那所以這一點就是 深信神會祝福 煩愛他的人 那 那我也說回我自己聽到 我又聽在傳統教會很多年聽到 我們發覺很少講到這個教導的 就是說我們聽神說 神會煩事祝福我們 是很少講到這個教導 那也都有時有些就怕 好像變成了風聖神學 風聖神學就是 他注目在 如果你愛神 你一定會煩事祝福 就會大有錢 重點就是有錢 你會有錢 你會成功 你不會有疾病 這些 我們不是說沒有困難 而是呢 神會給我們熟靈的祝福 也都會給我們物質的供應 到底神的祝福是什麼呢 第一 在靈裡面我們有平安喜樂 有恩賜 有盼望 有力量去侍奉神 去祝福人 神也都供應我們的生命 神會給我們機會發揮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 我們也都可以 神會擴闊我們的領域 叫我們能夠祝福更多人 就是說 很多是屬靈的祝福 也都是有屬物質的祝福 賜給我們需要的一切 但不代表是大富大貴 可能是某程度的貧窮 但是呢神會供應我們足夠 那這個就是在神裡面的祝福 而這個生命的發揮是可以無可限量的 是可以很高度的發揮 而神是的確可以給我們有足夠 甚至是很多的金錢可以做更大的事 譬如我也都感謝神了 今次我回來香港是 開始了這個復興宣教的事工 是我們是幫到 幫助我去了15個國家的宣教 還有就是幫助很多國家去買那些儀器 可以看我網上的訓練 又幫助非洲有很多地方 他們貧窮的情況去幫助他們經濟的需要 那這個都是以前我沒有的 但是現在呢有 那這個都是禮物來的 是恩典來的 就是神可以給我們封聖 不過我們不是追求一定是有多少錢 不是一定追求每人都成功 一樣會有失敗 但是不要緊的我們繼續努力 神一定會祝福的 好那我就問一下大家反思 我們能不能夠相信 我聽神說 神會祝福我 人不能夠拿走我的不好的東西 對不起說錯了 人不能夠拿走我的好的東西 人不能夠把不好的東西放在我身上 有不好的東西發生在我身上 神可以叫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這個另一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神是可以叫愛他的人得益處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被任何人影響 他會叫逆境都對我們有益處的 那大家反思一下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相信 即使我們有逆境 神也能夠凡事祝福 我們只要聽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的了 大家在這方面有沒有信心 或者是問題 在這方面有沒有人 或者分享 有沒有人想回應 我想回應一下 母師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我呢 我看到神 我愛神 我相信神 就是我三年前的乙癌 我自己跌倒不大 但是自己有一個病 我們不開心 但是神又不斷 你相信祂的時候 神都說過 這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困難 為什麼不困難 有什麼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不困難 就是說祂去幫助你 希望你有經歷 一路一路的 其實祂把你醫治你 到我順心去祝福祂 遲願放手 所以我 讓人看到你 但不見人家死亡 然後一路又更病 這麼嚴重 又有幾十度,又好像看到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當然不是在四層,在神那個,你剛才說 在神那個角度來看,真的我樣樣都有,沒有揭發 我知道,喂? 喂?你繼續說 每樣都沒有揭發,一路一路帶著我 我現在設定我要一份新工,我無奈鬥我 我以前是做冷面的,擔擔抬頭 但是這種病是做到這麼大一點,做不到粗重的事情 醫生判斷了,不斷面來做的事情 當時我自己是有些不開心的,聽到 但是那頓他祈禱,他靜下來,張信神會帶來 信不堅誠過我,我要什麼災難,不用懷疑 我遠離同坐 然後拿著這個神認他,一步一步去,看到神奇無會作為 祝福、愛、恩典、禮貌 另外,沒有想到的,都沒有想到我自己做到一份工的 可以去一條理,關了這個門,又開另一個門 他給我做那個喉車,就是國際學校,幼稚園的 他千歲幻那邊,那間學校 他那個是英文學校,一定要英文的 我自己來講,你不單是不懂英文 始終不是這樣吃,沒有什麼讀書 但是做飯作是金錢廟,透過我隔壁的那個 一個鄰居,就問我,我就說那本話聽 我說你做不做保館,這樣就開了我一條路 給我做那個訪問 我說,就是OK啦,我覺得那個人工 就是好支援到我自己交租,一起一開始 而且我多多時間,這裡多多時間 我每天都做三到四個 我那個時間,讓我好而更加去親近生活 更加去求入教會 今天看到,我自己一直一直支持 姐妹,我聽到你很多方面去祝福 這是非常好的 我想去問問你,你有沒有任何曾經有的傷害 而你因為深信這個祝福 所以你不計較過傷害 即是你先分享你的 如何得到祝福,這個是好的 我現在想去轉移去 就是這些祝福,有沒有幫你放手 對於傷害放手 對於傷害放手 有,我那時候也很不去 今天那個身邊好像沒有什麼 有些忽然間小聲 跟教會 那個從教會 那個由人際關係都不是那麼好 沒有親近的 但是,當我去學 你現在要一個 就是晚上 就是二、三、四那個學習那裡 還有我親近的時間多了 親近做神的時候 今天神,我相信神我就放手 所以我好不開心的時候 我要相信神會幫助我的 我要放手 有時呢 醫治了 放手 有時又拉起了 那個心很痛 他跟我說的說話 又浮出來了 那麼我現在要學習 又即時想著耶穌 耶穌愛我的 我是天父寶寶兒女 去這些 和你去渴慕神 去相信神 去感用那些信心去祈禱 又慢慢又磨 但是有時又有 又拿著又不開心 就一點一點去感到 現在呢 就看到神去我裡面 就是那個醫治釋放 我堅定相信神 相信神祝福 恩典、禮物 那麼現在我做 我教會 看到人際關係 外面人際關係好多 還有跟我教會那個組長 牧師呢 都不同了 那麼上個星期四呢 今天我就 就是神給我看到 我的機會幫助 要需要人 那麼我就不斷祈禱 跟教會講 都沒有人采我 沒有人相信我 但是我看到現在 神真的是 當我相信肯放手的時候 那些不是那麼重要的 就是耶穌是愛我的人 就是他這樣去神真是祝福 和解禮 今天上個星期四 就 我的教會呢 有那個傳道 那個千少年呢 來我那個 我扶持那個 屋寸那裡去探訪那些長者 我覺得呢 就是我放了一個石頭心石 就是放了 就是 我覺得 不會讓我自己一個人走 就是神聽到我 土教神愛我的 原來去祝福 就是 教會和我 那些千少年一起走 一起去愛 一起去探訪 那些是好得無比 就是好 神是愛我愛我 一路一路大戰我 祝福我愛我 看來我自己 那個心裏面 一路一路去醫治 好的 好 多謝主 多謝主 那這個就是 我只是來那個 有時候晚上 晚上 朱佑祖有空 就在你現在 那個朱佑祖的 那個一至五那裡 看到 神就是 一路開路 不單是我自己的心靈 開了 改變了 但是看到神 有愛 那些 不開心的 人待在我面前 所以我現在 今天我看得到 神要我去 學習更多 放手更多 得促更多 更蒙福 去幫助 要需要人 就是這樣 感恩 阿門 好 還有某人有問題 或者是 簡短的分享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反思 我們一生經歷的神 祝福 或者我們有時候 有些人說 我不太得到祝福 這樣 我們就需要學習什麼呢 就是說 都反思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的生命 的確是很多困難 到底我們有多少責任呢 會不會是我們自己的 罪 我們的軟弱 煩惱 經常想著這些問題 搞到我們的生命 始終一直 都很多地方 是受影響的 其實有些人的生命 他們人際關係又不好 內心又不好 沒有平安的時候 身體也容易有問題 他整個生命都很困難的時候 他是需要逐步重拾 神的大恩 神也有大恩去幫助他 他願意放下他自我 他親近神 遵從神的時候 他會看到神的祝福 但有些人實際上 他的習慣 不是去感激神 那習慣不是去處理生命的時候 他思想反覆都是負面的 他的確是很難改變的 因為他已經在他的腦裏 是有一個線路 一個線路就是反覆想那些不好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有這個情況 我們需要去求神幫我們改變 去感謝神 數算神的恩典 然後我們刻意選擇正面的思想 如果我們一發現有負面思想 立刻選擇正面的思想 選擇正面去看任何東西 選擇去感恩 例如當以前我曾經有人去批評我 攻擊我的時候 我是選擇不去介意 我說神會給我的 我去聽神的話就可以了 我心裏面是選擇不給人影響 當時有一個人 甚至我講到以前 那時候我回到外國的時候 有一個人他看到我街頭 因為我要開始重新 開始侍奉 我在街上站在那裏 去派單張 那有一個含意就是說 以前他這麼好 現在他又要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真是一個 好看眼前有沒有一些 就是有沒有經濟啊 事縫是不是很大 就是用這個角度去看 當時我聽到心是不舒服的 但是我就說 不要緊 他這樣看 他覺得這樣去傳呼聲 就不是一件醜的事來的 是一件 就是 你以前有的 但現在就好像 由頭開始過 那我自己來講 我就說 我心裏面就化解這件事了 我不要緊的 神一定會給我 那我是想都想不到 我以前只是祝福了教會 但我現在是可以祝福不同的教會 尤其在非洲那裏 真的有很多的牧師 我在幫忙 也有不同的人 我幫忙他的靈命 在網上的影片 是很多人都在看著 和回應 是幫助很多人 那這個是 我想都想不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 求主幫助我們 當我們有這些教導的時候 每天都活在神的喜樂平安 選擇神的正面思想 選擇去行神的路 放下以前一切的憂傷 好 我們現在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 賜給我們 輕省的心 喜樂的心 放下一切煩惱 全心去想著神的祝福 我們就更容易被醫治了 親愛天父 大家可以站起來 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祢 讚美祢 因為神祢很愛我們 神祢有豐盛的恩典 給煩愛祢的人 神為愛祢的人 所以預備 是冷靜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有人專心愛神 詩篇九月一篇說到 神就要祂成為尊貴 要將祂放在高處 凡等候耶 說的必重生得力 依靠神的人 一定重生得力 主耶穌幫助我們 深信跟從祢 必定得力 必定有平安喜樂 必定有凡事的祝福 整個生命會提升 即使有人傷害也不要緊 如果我們心中有些被人傷害的地方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去放手 就說不要緊 人算什麼 人傷害的說話 算什麼呢? 有些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沒有人能夠把神的福氣拿走 所以我就深信 神一定凡事祝福 我就可以放心放手 將以往的傷害放手 在這個時候 我們數算神給我們的福氣 想回神曾經怎樣幫助我們 我們親近神 神曾經給我們的平安喜樂 我們就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 我們親近祢 祢就會與我們同在 祢就會加力給我們 祢就會拿走我們的煩惱 祢就會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我們多謝祢 我們多謝祢 因為祢都多次的 各方面去幫助我們 很多方面去祝福我們 我們就感謝祢 神祢真是一個祝福的神 我們多謝天父 神祢是一個祝福的神 是一個幫助我們的神 我們信靠祢 親近祢 侍奉祢 必定蒙祢的恩典 我們就全心全意 走祢的路 遵從祢的吩咐 全心愛祢 日日輕輕鬆鬆 所有人的傷害都不算什麼 因為人不能夠拿走神祢的福氣 當我們聽你的話 沒有人能夠偷竊殺害偉壞 除非我們犯罪 我們給人有機會 除非我們負面思想 負面的情緒 被人的傷害影響的時候 就會被人偷竊殺害偉壞 但當我們時時都數串神的恩典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偷竊殺害偉壞 我們可以放心放手 輕輕鬆鬆做人 前面的路 神祢會叫我們越來越光明 當我們越聽你的話 我們的路可以越來越光明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天父真好 我們可以享受你 我們可以放手 罪一切的傷害放手 我們可以數算你的恩典 主耶穌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多謝你的大恩 多謝你的大恩 我們整個人可以放鬆 把那些煩惱放下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想到 什麼煩惱或者傷害 我們就告訴自己 神不會給我 其實當我傷害之後 我們都經歷過神不同的幫助 我們就數算這些幫助 我們得到的幫助 如果我們越依靠神就越多 所以我們就說神 我們就每天宣告 那些人傷害不了我的 那些人不能夠搶走神的福氣和恩典 神會凡事祝福的 求主幫助我們整個人 心靈得醫治 整天都開開心心 輕輕鬆鬆 因為神你真美好 主耶穌是很奇妙的 我們數算你的恩典 主耶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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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我個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天神聽清楚在聖經經明 主耶穌我個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這首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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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耶穌我們真的真奇妙 我們都感激善微離 湊起快樂 不介意他人們對我們的傷害 そう你有器人相害 所以他不能夠拿走恩典 只要我們深信神的愛就可以 主耶穌幫助我們心平壬和安靜 輕輕鬆鬆 因為神會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便變輕輕鬆鬆 我的心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安静, 我的心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安静, 主啊,我们可以很平稳安静, 所有的烦恼都放下, 所有的不开心都放下, 让我们有平安兴省, 让我们轻轻松松, 感谢天父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耶稣真好, 有耶稣万事足, 有神的祝福, 我们万事足, 凡事蒙福, 我们就开开心心做人, 感谢主耶稣, 求主耶稣帮我们放手, 也都日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数算神的恩典, 心里就欢喜快乐了, 感谢神, 多谢神,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